现代人可怜 消失和没人久 普遍都有严重的吸气 这个吸气是浮躁 心浮气躁 他的心定不下来 欲望太多 心浮气躁 这就麻烦他了 身心学温 要心贫其火 心浮气躁是决定学不到的 天天学 学一辈子都学到 那怎么办呢 放下就学到 你不肯放下 你就学到 要把烦恼吸气统统放下 烦恼吸气常常会显现 你自己控制不住 那见色闻身 马上就起来了 怎么办 你要真正相信佛菩萨 真正相信祖师的话 你就有救 祖师的话叫我什么 叫我夜门深入 常识喧修 夜门深入 深到什么程度 深到三美前前 智慧开启 智慧开启 这才能如法了 要知道 夜门深入 不是这里背书 你可不能把方向目标和错了 不是背书 是什么 是消除妄想 收妄想而已 就是收心 孟子也是这个说法 孟夫子说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行而已 求找回来 放在外面的心 就是胡思乱想 把这个东西收回来 这叫学问 换句话 真正学问表现是什么 清新寡语 没有欲望 没有希求 就是佛法里讲的三论提供 真学问 真学问是自性里头本有的 不是在外求来的 外面求来的全是知识 知识跟智慧完全不相同 这不能不知道 学佛是求智慧 不是求知识 用求知识那套方法来学佛 你就全错了 你所得到的 是佛法的知识 你所成就的 是专家学者 这是一件人 断烦脑 消业障 消业障 得三昧 陈智慧 与你毫不相干 那我们在修复之前 一定把这个搞清楚 搞明白 佛讲经说法 我们才能听得懂 才能听得进去 啊 才能升起信心 啊 才能一教奉献 这就得理了 人贴 感谢 启 有点